大事了,马云要跑 前几天阿里巴巴爆出大瓜 创始人马云连续抛售他手上阿里巴巴的股票 市值接近9亿美金 你要知道当年硅谷银行倒闭前10天的时候 硅谷银行内部的高管都是疯狂的抛售他们的股票的 那马云这一次抛售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阿里这几年的股票是一直在跌 你说你290块钱一股的时候你不卖 非要等到跌到80块你现在才疯狂抛售 你要知道马云卖完股票之后引起连锁反应 阿里巴巴股票又跌了10% 马云他真的有这么缺钱吗 这背后只是有一个巨大的泡沫而已 我今天要说的这件事跟我们所有人都相关 我见过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在这上面亏了好多钱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暗箱操作 保证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你平时有没有刷到过这些广告 Hey guys 什么是今年发展最快的行业 电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们都在跟你宣传通过电商就可以在家赚大钱的美好生活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广告就忍不住想要试一试 我告诉你最后全是亏的 电商的钱真的这么好赚吗 我是澳洲Henry 让你在不经意间就学会了一个商业思维 今天跟你说一下什么都不用干 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 空手套白狼的行业 电商 我之前其实出过一期视频 讲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电商 容易上当受骗 当时好多人就跟我留言 说我这个视频出的太晚了 结果几年过去了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这几年里面不断的录局 包括那些七八十岁上了年纪 连电脑都没玩过的叔叔阿姨 他们听到那些广告宣传的真的以为什么都不用做 往里面充值交了很多的钱 甚至还有很多人辞职打算全职在家做电商的 结果这些人都赔惨了 你希望成为下一个马云 但是马云这一个一手把电商干起来的人 现在却要退出了 虽然他卖出手上的股票是合理合法的 但是就在几年前在电商蒸蒸日上的时候 马云曾经说过一句 纯电商的时代很快会结束 未来是属于实体线下的时代 当时大家就懵了 你说这个电商创始了 马云干嘛说这种话 砸自己的招牌啊 结果你看一下今年的双十一的数据呢 往年双十一一过 每一家电商都是把自己的业绩立马贴出来 什么今年又是几千亿啊 又突破了什么记录啊 今年双十一成交额再创记录 全网成交额已突破五千七百亿 但是今年双十一结束了之后很神奇 整个市场一片安静 京东阿里巴巴好像说好了一样 都闭起了嘴巴 但是人们还是根据今年双十一结束了之后 包裹的数量以及这个网站的游览量 大概的预测出来 今年的双十一的业绩跟去年比呢 至少下跌了30% 但你要知道双十一的这个业绩 已经连续四年都在不停的下降了 更惨的是卖家 卖了100个产品出去 最后60个都能退回来 更夸当的是拼多多还推出了这个紧退款的服务 用户可以轻松的选择 就是让商家给他退钱 但是货不用退回去 让很多电商的商家 亏得连哭的逆期都没了 有没有打错 我今天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让你看到一个行业背后的本质 今天在视频结尾的时候 还会让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要干好电商这种行业 最核心的关键应该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先说电商里面的第一大坑 跨境电商 我首先告诉你 99%的跨境电商都不赚钱 这里面看起来机会蛮多的 你看去年俄罗斯 乌克兰打仗搞得整个欧洲都开不起软器 就有电商的人把这个号称光腿神器卖到了欧洲 结果大赚了一笔 其实就是加厚加龙的年华库 后来很多人跟风也去卖这个产品 结果搞得商家整条生产线全线开动 生产的产品都来不及满足市场的需求 据说订单排到了第二年 还有很多爆款产品 什么软宝宝 还有加勒坦 还有什么数据线 耳机壳 包括什么拖鞋 在海外一卖就卖个爆 你说这样的跨境电商怎么可能不赚钱呢 还有什么东南亚非洲南美 你说这个人口基数这么大 他们根本就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产品 再加上拼多多这种9块9 就可以买到苹果手机的这种套路 这些来自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老百姓 一看就疯了 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试了一下 这是我在苹果官方店买到的AirPods 价格大概是250美金 这是我在拼多多的海外网站上面 花了15美金买到的一个耳机 花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 拼多多买到的这个耳机 真的是让我没话说 除了左右耳不分之外 我根本挑不出来他任何其他的缺点 甚至他还自带一个屏幕 让你可以看到耳机充电的这个进度 你说这样的产品 在海外怎么能不卖报呢 赚钱它还是一个难题吗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先给你看一个行业内部非常火爆的图 很多人都称这张图叫做搞钱神图 你可以截屏保存一下 这张图看起来其实非常好理解 就他把所有的经济商业周期都分成了三类 分别是艰难期繁荣期还有恐慌期 不管你是投资还是创业 想要赚钱你就必须要在艰难期进行投入 繁荣期你要守得住 然后在恐慌期出现的时候及时的退出 你就能赚到大钱了 记住万物都在周期里面 但是这事情说起来简单 它难在哪里呢 因为在艰难期进入的那帮人 会被全世界认为是傻 在那个点上 普通人觉得你一定是个骗子 你想一下当年马云已经小有成绩了 有了自己的团队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他 都说马云是一个骗子 马云一度工资发不出来 靠在一张A4纸上给别人写期权 当年被他这样画大饼的员工 回了家之后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嘲笑 跨境电商的艰难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大概在2015年 那时候做电商是真的赚钱 就凭借Made in China Made in Vietnam Made in Thailand 这样高的性价比 都可以帮你赚一笔大钱 一个出厂价格不到10美金的 汽车座椅皮套 飘洋过海来到美国 上架亚马逊之后 就算标价200美金 也有大把的买家在抢 客户是个多呀 那时候赚钱是如此的简单 但是这时候哪怕你赚到钱了 你去跟别人讲电商 别人依然会觉得你是个骗子 这就好像如果我现在穿越回2015年 跟你讲说 跟我一起做电商吧 或者跟我一起买比特币吧 你们有几个人会相信我的呢 但是就在你怀疑我是不是骗子的时候 已经有一帮人赚着钱 而且正在疯狂的用麻袋 一袋一袋的装美金呢 你猜一下你平时经常逛的亚马逊 那个背后的商家 大概有多少比例是华人 20% 30% 40% 我告诉你真实答案 接近60% 而那第一批工生路级进入跨境电商的年轻人 当年真的是意气风发 当年深圳推出了一个楼盘 叫做深圳湾一号 每平米大概要5万美金 估算成今天的价格 一套房子至少1000万美金 但据说那个楼盘开盘第一天就卖完了 而开发商当时手上是有数据的 他们打听到这个楼盘当时购买的买家 绝大部分都是一夜暴富干电商的那一波人 连贷款都不需要 就在这个时候 市场已经悄悄的进入到繁荣期了 繁荣期间呢 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竞争 但是钱依然容易赚 因为平台制度不完善 你只要稍微努力一点 就能够发现这里面的机会 所以繁荣期赚的是什么钱呢 是机会中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做跨境电商的华人 是怎么利用这种机会赚钱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发现了 亚马逊这个背后流量的一个漏洞 你要知道电商里面的品牌没有那么重要的 大家最喜欢看的呢 是这个产品的好评跟销量 那我们华人多聪明啊 一发现这个漏洞 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 自己给自己做测评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海外自己下单 自己给自己打高分 然后砰的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这个排名搞上去了 这之后还产生了一系列什么刷水军的这种公司 但是亚马逊也不傻呀 亚马逊就立马通过算法 准确的定位了哪一些是假的买家 然后把这条路跟他堵死 但是只要你愿意思考 办法总是有的 很快他们又找到新的漏洞 这些商家呢 就在给这个卖家寄的这个包裹里面呢 会写一个卡片 在这个卡片上呢会写上一句话 只要你给我刷五星好评 我就立马返你五美金 五美金在电商的世界里面 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诱惑呀 很多买家收到货就顺手给你个五星好评 然后冲一下五美金就到账了 通过这个手法 他们再一次找到了流量的制高地 又赚了一大波 但是好景不长 2021年的时候 亚马逊这一次下了重手 亚马逊当时大力的打击这个刷单的一个行为 当时有超过五万多个华人商家的店铺 遭到封号 甚至把你的资金都直接冻结了 当时亚马逊里面的一家头部的华人企业 叫做有科数 这家公司就被封了接近340个店铺 1.3亿的流动资金直接被封掉 就在行业大洗牌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行业已经悄悄地进入到了恐慌期 恐慌期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竞争对手变多了 而买家的数量却不增加 市场逐渐进入到了饱和 这时候带来的直接结果 就是有大量的商家开始不赚钱了 账面上1美金买的茶杯 10美金卖给用户 但是实际上算上各种各样的其他成本 你最后发现 你还要倒贴才能把这个杯子卖出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属于韭菜的狂欢才刚刚开始 因为信息是延迟的 所以这时候大众才开始听到 哇搞跨境电商非常的赚钱 就是当你在一个行业里面 你发现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赚钱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大爷大妈都不顾一切 往里面冲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行业其实离团灭已经不远了 于是你就看到了我们开头的广告 我最恶心的就是这个加拿大电商一哥的广告 我讨厌的不是因为他在说电商 我讨厌的是他给我们输送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价值观 为什么你需要在游艇上被一群美女环抱着喝着香槟 难道这才是成功吗 这让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误解 好像我们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找美女 然后喝香槟 还有就是买上游艇 先不说他游艇是不是自己买的 就光让一群美女围着自己 还找个人上门来拍照片 这件事就非常的扯 见过哪个真正的富豪去干这事 还拍照片给别人看的 还有那个教你做电商的Aaron Pro 他打造的一个概念就是 你看你只要能找到这样的产品 你就能以这样的价格卖出去 多么的简单呀 但是神奇的是 你从来不知道他的网店是哪一家 你从来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而他只是通过了一些小小的技巧 就让自己的那本书成为了亚马逊畅销书 前一阵子在电商类别书成了第一名 而成为了Amazon畅销书 你现在在YouTube上面用英文搜索一下 如何让你的书成为亚马逊畅销书 那里面是有一步一步的教程教你怎么做的 而我最近又刷到了Aaron的这个广告 咦 人家不教电商了 你猜一下他教什么新的行业 知道的朋友在评论区告诉我 看来他又找到了一个割韭菜的圣地 如果你逃过了这些年刀的第一波 这时候你发现你才真正的要开始交学费了 搞定这个物流 学习平台的各种规则 了解当地的税务法律 搞定海外的仓储 一系列行为 这里面每一个步骤都是要花时间 花钱去学习的 甚至你的产品还没上架呢 你的手机就每天收到各种通知 一会扣了50美金 一会扣了80美金 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费用要去支付 还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物流系统有多昂贵 按照市场试价 你今天运一公斤的产品 从亚洲去美国 大概的价格是3美金一公斤 这里面还不包括报官和税务上面的钱 但是绝大部分中小跨境电商的商家 你的客户是没时间等你海运的 另外你的这个产品呢 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海运的最基本的一个量 于是你没办法 你只能走航空这条路 一走航空这条路 你发现价格就来到了多少呢 50美金一公斤左右 这时候你产品的这个成本 不知不觉中就慢慢的上去了 你还需要支付一项费用 因为你还没有烧箱呢 我接下来说的不是段子 在深圳的龙岗区 那你聚集了上百万的跨境电商 而有家咖啡店 想出了一个歪招 在店里面放了一尊亚马逊创始人 杰夫贝佐斯的雕像 而在雕像面前放了一个香炉 墙上印满了满满的100美金的这个美钞 这个商家呢 每天还把这个香呢 拿出来拍卖 每天的这个头香 就是第一炷香 起拍价就是666人民币 最高的一次 有人居然一下子付了1万多 这真的是你了个大谱 拿东方的香去烧西方的神仙 而且这个西方的神仙还是活着的 这卖的哪是香啊 这卖的其实是跨境电商的这些商家背后的焦虑啊 在电商的世界里面 你的流量是很不稳定的 今天呢可能卖了5000块钱 明天呢可能一分钱都卖不掉 你也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就会给你内心带来无比的焦虑 很多人说 那我厉害呀 我可以找到爆品 我告诉你 以今天电商的技术 当你找到一个爆品 当你开始赚大钱的时候 其他的电商通过这个 现在电脑的爬虫技术 会立马知道你在哪一个平台上面 卖哪一个产品卖爆掉了 你会发现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有大量的竞争对手开始涌入到市场里面 然后呢你卖10块 人家就卖9块 你卖8块 人家就敢标7块卖 我真正见过跨境电商赚大钱的 他是不会轻易的告诉你他是卖哪一个产品的 我曾经给一个用户提供过资讯 他是做电商的 在他已经交了钱的情况下 让我们团队请他做咨询 他也只肯告诉我们他卖的是哪一个品类 坚决不肯告诉我们他卖的是哪一个细分的产品 因为这是他们天生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形态 这个信息不对称 就是他可以耐以生存到今天的一个资本 你猜是哪一个品类呢 我也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可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三年前我刚认识这个客户的时候 当年是法拉尼豪车直接买 今年告诉我真的是太难了 然后说要到我这边来上班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开玩笑的 后来我发现他是真的焦虑了 那我说你做的可是暴力行业啊 他说在我眼中 Henry你做的才是暴力行业 我竟无言以对 说完了这些坑之后 我跟你讲一个终极大坑在等着你 就是你记住平台不是做慈善的 平台才是真正最后要割你韭菜的人 亚马逊公司1994年成立 在接下来的30年里面 90%的时间他是不赚钱的 但是很神奇的是在连续多年接年亏损的情况下 他的估值达到了万亿美金 你觉得投资人是傻子吗 投资人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当我亚马逊的这个市场足够大 用户不动脑子买东西就会来我亚马逊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市场是我的 我就开始大把的赚钱了 我从谁身上赚呢就是这些电商的商家 我们再说拼多多海外版Timo Timo这个卖15美金的耳机 你觉得商家赚钱吗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 赚 有专业的报道指出 Timo目前在海外卖的所有的产品 每一单的成交大概平台要亏损30美金 Timo在北美登陆的光第一个月 他的营销的成本就达到了2亿美金 而Timo更是放出豪言跟所有商家说 大家放心在我这个平台上卖东西 我压根在三年内就没打算要挣过钱 Timo都不赚钱了 你觉得你有赚钱的机会吗 当然有 但是拼多多上面做过的电商分享 在拼多多上面卖10个单子赚的钱 才能底上在淘宝卖一个单子赚的钱 而当平台一旦达到了垄断的效果之后 接下来添加的广告费就在前面等着你 我真想找一个做过淘宝的人 来跟你们普及一下 什么叫做钻石广告位 什么叫做淘宝直通车 什么叫做淘宝客 这些都是淘宝想出来琳琅满目的 收购这些商家的方法 你要是看过这些博主分享 他们都会分享什么 我电商做了两个亿三个亿 工资是2.1亿 他没跟你讲的是 他背后投出的广告成本 也许比这个还要高 你会发现电商的终局是什么呢 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看投资回报率的游戏 俗称ROI 左手是你投入的广告费 右手是你的营业额减去你产品所有的成本 最后如果你是赚钱的 你的ROI就是正的 如果你是亏的 你的ROI就是负的 绝大部分电商到了后期 都要经过长年的ROI负值 也就是说无限期的广告投入 最后换来一个市场 带来的是一个少量ROI的一个正值 这时候还有一些大聪明会跳出来说 Henry你讲的那些是过时的平台 我还可以做TikTok 那是新的机会 新的流量风口 我告诉你吧 TikTok更扯 很多的这个华人商家 在TikTok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 土星经营了两三年 终于等来了这个TikTok 把电商这个案件打开的那一刻 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 卖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印尼政府直接出手干预 说不希望电商把本地的 这个市场环境搞乱 让本地的商家没饭吃 直接一键把TikTok 这个卖货的功能给下架了 真实的电商的生存环境 就是每天白天投着广告费 抓耳挠腮 害怕自己的钱收不回来 而晚上呢 还要躲在自己的一个小仓库里面 天天冷受着各种包装和 胶带纸的意味 在那边亲手 一个个给用户包着包裹 所以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买到任何一个产品的背后 都是一个上辈子折翼的天使 这辈子来到人间之后 才会干上了电商这样的买卖 那很多人就会说 Hurry你说这个电商这么不赚钱 那我究竟还能做一些 什么赚钱的买卖呢 我现在就要跟你讲商业的本质了 我请你认真听 你会找到你的答案了 我们今天绝大部分行业 包括电商在内赚的钱 其实都是流量的差价 你想要持续的保持赚钱的能力 你就必须要有挖掘流量的能力 简单一点说就是货客的能力 你看我们街头最火爆的到今天为止 依然是麦当劳肯德基 他们的生意稳如老狗 那做个汉堡炸个薯条有什么难的 你为什么不去开一家跟他们竞争呢 很简单 你根本拿不到他们这样的位置 绝大部分城市最好的黄金位置 都在这些公司的手里面 没有这样的位置代表着没有流量 你怎么把自己的汉堡薯条卖出去 但是今天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快餐公司 比如说 Mr.Beast前两年推出了一个自己的汉堡店 Mr.Beast的粉丝彻夜排队 就为了买上一个他的汉堡 再比如说这几年出现了很多网红的汉堡店 他们甚至不对外营业 只做Uber上面的线上生意 为什么这些快餐店有机会出来呢 原因很简单 他们要不就是抓住了社交媒体这样新的流量渠道 要不就是他们抓住了新的平台 像Uber这样的一些平台 这里面的本质其实都是新的流量端口 新的流量机会 电商之所以赚钱 就是在这个周期里面 他前期的货客成本极低 甚至低到几乎免费 这就好像在街头送了你几家店 让你免费用几年 你稍微开动一下脑袋瓜都能赚到钱 但是你想要持续赚钱 你就必须要有持续创造流量的机会 你看人家吸引的创始人徐仰天 他就是做SEO出身的 人家最厉害的就是挖掘流量的一个能力 流量就好像你是一个农民 你拥有了一片麦田 无论你用的是最先进的种子 用的是多么先进的机器 如果你没有办法获得水源 一年之后你的庄稼将会颗粒无收 流量就像我们用来灌溉 这个稻田的水牛一样 它是我们商业的核心技能 在今天这个时代 任何一个创业者 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 就集中在他是否具备了挖掘流量的一个能力 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推广分享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通过这几年商业时代的变化发现 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 通过分享自己的知识 用好任何一个平台 你都可以挖掘到大量属于你的流量 发现大量属于你的客户 在这个分享里面 我写了大量关于今天互联网上面获课的一个本质 如何用好这些知识 让它变成你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你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结束的这个链接 或者我们视频的描述区里面的链接 了解到更多如何领取分享的详情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了解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因为我会帮助你在不经意间学到商业知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掰了个掰